此试验为明局试验 探讨水流流经下涉式闸门之流量特性 受力情形 连接水神 以及水药现象 可分为两部分进行试验 原理一 结构物受力原理 由动量方程式可得闸门作用在 控制水体上单位宽度之合力 和闸门上单位宽度所受之进水压力 二 借由质量 动量与能量守恒原理 探讨水药现象之水位 流速等物理量变化过程 实验仪器构造 此为抽水机与流量阀 此为抽水机开关 此为流量阀 逆时钟选择为增加流量 順時鐘為減少流量 此為閘門 逆時鐘轉為下降 順時鐘轉為上升 接著流量計的使用方式 首先先將插銷放下 觀測管內液面的上升 濾電流量的時候 建議從刻度5至10 記錄時間差 單位為公升 再把剛剛量測到的時間 除之就為公升每秒的單位 此單位仍需除以1000 將單位換成立方公尺每秒 即為流量之單位 使用完畢的時候 記得要將叉燒拉回 實驗開始前 先將插頭插上 接著開啟抽水機馬達 發門約轉四分之三圈 以黑色圍標為起點 實驗表格紀錄單 表1 我們要做定水頭實驗 上游要固定為10公分 大約至 大約是三個圓圈的上圓 如果流量不夠 可以去左邊回調 接下來我要實際操作一組數據 為表1的0.01 扎門高度為0.01 上游水深為Y0為0.1公尺 我們要去測量它的Y1 下游水深以及Q流量 這裡我已經先流量先固定好了 上游水深以及扎門高度 扎門高度為1公分 上游水深為10公分 接下來我要去量測它的下游水深 和3公分 也 WA bearing 対能到了 Houston 以及流量 量測到的為1.5公分 測量流量 插銷放下 測量流量 插銷放下 观察页面的高度 5的时候开始计时 制时的时候停止计时 开始计时 停止计时 插销拉起 接着我将实测表二一组数据 扎门高度为1.5公分 我们要先测量它的流量 再去测它的上游水深以及下游水深 扎门高度为1.5公分 首先我们要先测量流量 插销放下 观察页面 开始计时 停止计时 流量为5除以6秒 乘以10的负参四方 接着我们流量就不需要去动道了 然后开1.5公分 扎门高度 测量Y0以及Y1 现在我要去测Y0以及Y1 上游水深Y0为15公分 15公分 接着我们来到第二部分 水药现象试验 我们要量测有 YA YB以及Q YA为水药前水深 YB为水药后水深 Q为流量 接着我将实测一组数据 定水头为上游水深 0.15公尺 扎门高度为0.01公尺 扎门高度0.01公尺 扎门高度为1公分 上游水深Y0为0.15公尺 也就是15公分 我将量测它的YA 上游水药前水深 以及YB水药后水深 游水深YA为 约为1.2公分 4.4公分 找到水药后区域平缓部分 为YB水药后水深 约为4.4公分 约为4.4公分 接着记录流量 将插销放下 观察页面 观察页面 然后拉起 将实验数据寄于表单中 器材使用完毕 应将归位 流量队转至最底 关闭 臭水马达关掉 以及插头拔掉 确认无异常 即完成 接下来我们要完成未完成的表格 打勾了这个Y1以及Q Y1下游水层 跟流量Q 是我们刚刚实验所量测的数据 分别为0.015 然后流量为5.75乘10 的-4次方 立方公尺每秒 接着我们要算A1 以及V0 A1的算法是 取宽0.08公尺 去乘上我们刚刚所测量出来的 下游水层数据Y1 0.015乘上0.08 算出来会是1.2乘10 的-3次方 V0的测量 V0的计算是Q去除A0 流量Q去除上A0 5.75乘10的-4次方 乘上 除以0.008 算出来会是0.071875 V1 E10类推 H0的部分呢 是来这边 H0等于总水头 Y0 压力水头 动能水头 2g分之V0平方 加Z未能水头 但是此实验呢 高层Z是没有改变 故我们忽略不计 所以Z为0 这边的Y0是0.1公尺 加上2g分之V0平方 这边的V0 我们要带我们刚算出来的 0.071875 算出来呢 我们的H0 会是0.1002 H1的算法 E10类推 表2也是一样 接下来要计算的是 闸门上 单位宽度至合力FG 跟 闸门上 单位宽度至 进水压力FH FG的公式为这 FH 是右边的 经过计算 FG是-44.88 FH为39.6113 此处的Low密度是带水 997 G为重力加速度9.81 Y1Y0 我们刚刚量测的数据有 B为区宽0.08 YG为闸门高度 接下来我将完成第二部分 水耀现象的表格 YA为我们实验数据 YB也是 Q也是 我们量测出来 我们那实力是9.44秒 所以是5除以9.44 乘以10的-3次方 5.29乘10的-4次方 A A AA为B乘上YA 曲宽0.08 乘上YA 0.012 9.6乘10的-4 A AB也是一样 依次类推 接着我们算VA Q除上AA VA为0.5517 VV意思类推 HA 为我们刚刚说的总水头加压力水头加动能水头 也就是 也就是 YA 加上 2G分支VA平方 YA为 0.012 VA 是我们刚算出的0.5517 0.5637 0.5637 HB 依次类推 这里的DELTA H 是等于 HA-HB TELA TELA K